看这个黑乎乎乎一块了吧 这个就是画树龙 画树孔军啊 今天有点有点阴天 然后又有点逆光 哎 就这个黑色的这个 这就是画树绒啊 哼 在这棵大的枫画树上啊 但是我不行啊 啥公鸡也没带 我也不会爬个树 这个地方离家不远 到时候让人过来得踩着它 它一般就愿意长在这种枫画树上 白画树上也有 画树绒 据我所知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情况下 它只长在北纬45度 而且那个 稍微就寒冷的地区 它才有 它可以在零下40度的时候 也可以 呃 生存 那个生长啊 只是它 它长得特别的慢 你看这么大一 拳头这么大一个 呃 它就要长三到五年 才能长那么大 呃 看这个大石头 应该是在三成谷物下来的 跟个小房子那么大 还找东西了呢 看 这石头上怎么还能找这玩意呢 这不挂重吗 又去 花树龙这个东西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着了 因为现在也不能上深山 所以在这边碰到也挺不容易的 之前发现那几个也没抠下来了 还没等抠呢 就风吹的 哈哈 嗯 花树 怎么讲呢 呃 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的人群吧 都能用得上它 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嘛 各项各个指标都高 还是挺好的一个东西呢啊 要太少了 看这长了一片的刺老牙 等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就可以来采了 这个东西在你们那边卖商商场里边要好几十块钱一斤 赤老牙 这地方还长得云芝麻 给它栽了 在这边吧 这这地方不行了 这点栽了啊 这长在这个赤老牙树上 这死了这个树 哎呀 这个树太惨了 没让宠客死 让琢磨鸟干死了 哦 从小二老师就教我们琢磨鸟是森林医生 它确实也是森林医生 但是啥呢 这个树要是不看这个病 它可能是多活两年 看了以后直接嗨屁 直接就完蛋 咋的 咳的 不要折了 呵呵呵 看这堆一个 那堆一个 这累的走不动了啊 怎么不讲啊 这个东西我发现了一个特点 比如说它在这地方叨树呢 你人一来 台下给它吓跑了 吓跑了 它是飞到另一个树上 它落在那个地方 肯定 这些刀 刀 刀 刀了一下 可能是职业病 它也不管那地方有没有成功的 不是 我给咱们往山上爬一爬 不能带你们跑空着 对不对 往山上走一走 哈哈哈 什么也是 现在资源有限嘛 对不对 可以理解 反正一个是话少 一个是解 你看看 再不及再不及 还倒流的是水 可不咋的呀 你像别人想出来都出不来呢 我们往这个小山上爬上去了啊 咱们下期视频见啊 现在就是说不让出村 这都是村附近的山 不用出村就可以上来的 所以这边的资源特别的少 看能踩的啥 踩的啥吧 不能走空啊 对不对 拜拜 各位 咱们下期视频见 就点关注啊